大家好 欢迎收看台视六十璀璨年代 我是林一如 在过去六十年 台视用心制作了许多精彩的节目 也成就了很多杰出的演员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您还记得台视的《日后交扬》吗 这部戏带着观众回到了台湾 制写产业的黄金年代 演出女主角的钟心灵 还因此敲响了金钟 夺下了侍后宝座 钟心灵在剧中饰演中年的阿霞 从凡事忍让的小媳妇 蜕变成意气风发的老板娘 一开始观众因为两代演员换角 有些不太习惯 对她还有所质疑 一度让钟心灵觉得很受伤 不过她仍然是努力地揣摩阿霞的心境 诠释地丝丝入口 终于得到观众的肯定 而除了自己的努力 钟心灵也特别感谢台视团队 对细节的重视 带着演员们向师傅学习制邪 让演员更融入戏中 《日后交扬》 让钟心灵夺下了首作《金钟事后》 开启了她戏剧女主角的戏录 获奖时她激动地说 我是邪心 我会演戏 谢谢你们爱看电视 令人动容 阿霞要开启了啦 拜托 这好像要睡 你先要开启了 你先要 台视优质戏剧《雨后交扬》 中年角色初登场 钟心灵饰演的阿霞 一开口就展现十足霸气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到底有什么事吗 怕得超级的声音 真的怕得… 不好意思啊 真的怕得要死 真怕的 哇 啊 啊 真不好意思啦 你条人啊 金色声音 哎哟 哎哟 你头子 你头子 不好意思啊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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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镜子 三小碗 等到 我都觉得涼涼涼 戏里带金项链 戏外中心灵 也以台式《雨后交扬》杜金 抱回金钟奖最佳女主角的奖项 很难想象金钟侍后的演技 一开始却饱受批评 记得印象很深刻 我那时候还有一次去买菜 然后真的很好笑 老板娘跟我前面买菜的那个阿上在聊天 然后阿上就说 你有看以后嘉阳吗 老板娘呜呜呜呜呜呜 她说 啊 但是现在我老的做不好看 老板娘看到我在后面 老板娘很尴尬 老板娘就这样 啊 还好啦 啊 结果那个买菜的那个转卦看到我 她说 啊 你看她自己很尴尬 然后我就 我说 没关系 没关系啦 再往后看 其实我那时候心灵在流人 《雨后交扬》的故事 从作鞋的职人家庭出发 不只聚焦亲情和爱情 还有走过华丽的黄金时代 产业吞去光芒之后 面临的种种挑战 周心灵饰演的中年阿霞 历经过鞋业的蓬勃 变得爱慕虚荣 跟年轻时委屈求全的形象 差距相当大 也因此两代演员 刚刚交接的时候 不少观众难以接受 面对批评声浪 她曾经夜不成眠 但是擦干眼泪之后 沉淀心情 更加投入角色 有点赶紧 或许要是 哪一条 不得规称 再一条 你打开 产生就必须要 如此 我一定要在家 做出生的 今天 是 那家童谷 早上 我还会 早上 或者在家里 早上 你不懂的 心慢慢的就越走越后面的时候 就开始有人就说 对吧 她演的还不错吧 大家不要再骂她了 什么什么之类的 你以前说的啊 我最后的小姑娘这样 哎呦 不知道怎么办 不啦 你放心啦 我本来之前就准备跟你说 结果那一堂 发生不记得了 拥有深厚的舞台剧底子 钟馨凌在雨后交扬的演出 翻转观众印象 展现传统妈妈吃醋的可爱 以及中年丧子的痛处 你弟弟如果有什么三长两个 你怎么对得起他 除非是有奇迹 要不然 你们心里要有准备 怎么可能 怎么会这样 拜托 拜托你 拜托你救救我儿子 拜托你 我一个重妈妈的 我求求你不要放进去 我跟你可不可以吗 你起来 起来 然后那个急诊室就是 儿子已经走了 对 然后就是 就是我们在急诊室里头 然后导演就 那个突然临时跟道具说 帮我准备一套衣服 从头到脚 那我觉得道具也很清楚 他们就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女儿的恋情不被掌废祝福 儿子为了帮姐姐送东西 意外遭到殴打 性命垂危 阿霞接过衣服的那一刻 情绪溃疾 他拿到我手上 他以最快速拿到我手上 就是裤子已经折好了 衬衫折好了 西装折好了 袜子放上面 鞋子放上面 他交到我手上 我跟他交到我手上那一瞬间 我就觉得我不行了 这个我最后才知道导演为什么要那套衣服 他等于是要我帮儿子换上 寿衣就是送他走路了 对就是最要换的那套衣服 所以他交到我手上的时候 我那时候真的是 我的眼泪是忍不住的 然后我就想怎么会 就是拿到一个那么准备好的东西 然后在你手上 然后导演看我 导演说你忍住 我说对不起我忍不住 导演说好先拍心灵 钟心灵每天哭八个小时 拍了整整四天 把丧子的追心之痛 诠释得淋漓尽致 台式戏剧的严格标准 从布景的细节 同样观察得到 我记得我第一次进到剥皮疗 那时候就是有一天进到剥皮疗 然后那个是 就是儿子走的时候的那个 他们就是布置那个灵堂 我一走进剥皮疗的时候 我就觉得哇塞 这个我不能多看 那个现场 那个 我觉得每个小细节 他都注意到 包括譬如说 周围邻居的家门口 他都贴了一个红纸 就是他这么的细心 即便里头都是场景 然后即便可能不会拍到邻居家 可是他一样就是把这些小细节都做到 除了对品质把关 制作团队传递的 还有对职人的尊重 还有生活当中最朴实的温暖 他的心每个都很温暖 那我觉得以后就是有这样的温暖 第一个是除了我觉得他对职人的尊重之外 还有对于就是我们这一辈的上一辈 父母亲的生活的一些描述之外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父母亲在他们那个年代 是这样子生活的 那我觉得还有个东西就是 我觉得那个温暖都还在 从头到尾一直都还在 所以我觉得那个很人性的东西 没有太多建造出来的梦幻的东西 很扎实的东西 其实会让这个戏看到很多很朴实的本质 从搞笑的绿叶磨成杜金的戏剧女主角 钟欣凌证明了谐心也能演戏 而台式的优质好戏剧 也为台湾的电视圈开创了全新纪元 好像《协星》其实是可以有很多空间的 不光是通告业文等等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角色我可以看到就是 哇好像是有一些表演能力的 我在演的过程中 我就知道这个戏一定会被大家喜欢 对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对这戏 是有很深很深的爱跟期待